我每天都会往这里面加添加厨余垃圾 但是其实第三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取这个肥茶拿去养花了 大家好,我是佛山花江 有朋友问我用厨余垃圾发酵的营养液 营养土到底好不好 有什么用,怎么用 其实厨余垃圾我们是每天都在往里面添加的 只要家里有瓜果蔬菜 炸鸡炸趴的乱七八糟 我都会往里面添加 但是其实这个厨余垃圾 从第三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营养液 拿去养花了 今天刚好我要开一个新盆 那个盆里面的营养不是很够 所以我打算取一部分的厨余垃圾的肥茶 拿去肥沃那个土养 我打开这桶肥料 其实今天早上我还往里面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 你看,打开之后 有没有看到里面现在开始发霉了 其实大处都是霉菌 除了这些霉菌之外 这是今天早上添加下去的 这是虾壳 这是一些红萝卜的皮 这些都是今天早上添加去 你看,昨天添加进去的这些东西 已经开始发霉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 每天都添加的话 我提醒大家一个有条件,添加完厨余垃圾之后 你想它更快的分解,最好撒一些发酵菌下去 简单的铺在上面就可以了 您会发现今天放进去 明天您就会发现上面铺满白色菌丝 这样子发酵速度才真的快 厨余垃圾在这个桶里面会形成两样的营养物质 这两种东西都是拿来养花的 第一个就是里面的残渣 这里面的残渣含有我们的果皮啊 蔬菜里面的大量的营养 最重要是里面含有大量的腐蜂子 在腐烂发酵之后拿去配土 您会发现您家的土壤只会越来越肥沃 甚至能达到黑土的标准 除了剩下的这些渣渣之外 其实我觉得更好的一个东西就是 下面露出来的这个肥茶 肥茶的使用就没有那么复杂 基本上我这个厨余垃圾 我是存放三天左右 我就会倒一次肥茶 然后每次只取一点 您会发现这个肥茶拿去养花植物都特别的旺 因为肥茶就相当于我们的厨余垃圾的血液一样 这个肥茶看看今天多不多 这一桶我从发酵到现在我是没有取过的 如果你发现它漏不出来 其实你可以把它测一下 它可能有些地方堵住了 所以漏不出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每天添加厨余垃圾 如果每天有三两斤 那么您会发现三天左右 您还是能获得不少的肥茶的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 我往里面倒点水行不行 可以的 其实用水泡一下 这个厨余垃圾也可以快速的分解 当然记住不要下太多太多的水 一般这个肥茶我不建议大家一次性全部取完 为什么 因为全部取完之后 容易导致我们里面的剩余的厨余垃圾 由于水分不够 而导致发酵减慢 所以我们每次只取一半 如果您不确定到底一半是多少 您可以把它全部倒出来之后 重新把一半的厨余垃圾肥茶倒回去 您会发现您以后才有源源不断的肥茶拿去养花 拿去种果素 这些倒出来的肥茶 我们该怎样去拿去使用呢 首先第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可以直接拿去养花 这里面含有大量的有益菌 以及大各种的营养成分 当然由于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完全的发酵 我建议大家这个肥茶可以稀释30倍水之后拿去灌溉 当然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拿去养花太浪费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拿去发酵土壤 这样子更有效 因为我这个是拿来改良土壤的 我还需要往里面加一点点料素 料素的量可多可少 多一点小一点问题不大 而且我们不需要进行二次的稀释了 如果你是直接拿去养花 那么一定要记住把这个二次稀释 另外还要往里面加一点点的矿原矿虎酸钾 矿虎酸钾跟料素大概也就30克左右的量就可以 二三十克 由于这个是改良土壤的 矿原矿虎酸钾可以适当的多一点 首先把在水的表面 然后它会慢慢的向下溶解 不需要急着把它搅拌 原来想我还是放一些水 然后对它进行二次的稀释 因为我发现这么小一盆水 可能不足以去薄化我整盆的土壤 所以先把它倒进去 这样子也有利于料素的以及矿原矿虎酸钾的溶解 你看底下现在都是矿原矿虎酸钾 这样漏下去就可以了 有朋友问我这样的肥茶臭不臭 老实说我现在待在它隔壁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闻一下这个盆 这个盆里面有一点锈铁锈的味道 生锈铁的味道 稀释好这个有机肥的肥茶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去使用了 您可以拿去发酵土壤 您也可以去拿去养花 记住如果你养花 最好兑多点水 毕竟这里又有料素 又有一些生肥 当然这个生肥是很容易吸收的 然后回答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营养液到底有没有毒 要知道这里面总共三样东西 一个是肥茶 肥茶是没有毒的 而且是很有益的 另外一个是料素 料素很多朋友以为它是农药 事实上不是的 料素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料 里面就是一些大量的蛋元素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使用料素 料素是属于有机肥 另外一个就是矿源矿孔孔酸甲 矿源矿孔孔酸甲不是天然合成的 它本身就是一些矿物质 所以拿去养花也不会对植物 或者对我们形成大量的伤害 当然矿源矿孔孔酸甲由于是强碱性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太经常的去使用 但是它跟肥茶跟料素混合之后的水溶液 是呈现一个酸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这样的一个营养液没有毒 好了今天都说到这里 我是宝山跨象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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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